運動成為社會的行動 包括我們的抗爭 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影響到那個決策 導致到政府的決策 是符合公義和符合市民的訴求 如果這個行動不能夠演變成為一個政治的行動 而影響到決策的話 這個仍然留在網上的傳播信息之下 始終要在網上走出的世界 這個突破點實際上我們幾年前也討論過 但我覺得自從陳冠希事件以來 其實已經出現了一個質的改變 以前你譬如說要做一些走出來的活動 基本上反應是完全不及今年和去年 由去年的樓宜選舉 其實我們已經開始見到這個勢頭 還有你看到上次 就是最近這次的反宗教霸權行動 網上動員 完全在網上就是通過Facebook 這個是很難得的 所以你看到那個勢頭的 當然剛才大舊的那個講法 也值得我們去反思 檢討 還有看看怎樣制定一個策略 但是那個trend就是這樣 你看到的 現在是很清楚的 問題就是你怎樣才能令到他可以變成一個實際的歌考 當然是需要時間的 還有現在我們在做的事就是叫做知覺角頭 彈開風氣不為施 這個很重要的 你去啟發他們而已 很簡單 現在有很多年輕的朋友包括中學生 他上網 以前他不會看新聞的 他現在看了 以前他不會關心公共事務的 現在他會看的 我做了這麼多年議員 如果你說中學生訪問 就是過去那幾個月超過我過去十年 就是了 就是了 我那個立法會叫中學生來訪問 就是我剛剛要走了 要下電梯了 老師一抓住我 然後就在那裡拍照 跟那些小孩 就是我覺得 當然我們需要努力 慢慢將這些這樣的力量 或者可以將它整合 所以我們有這個平台 另外我們又可以開多一些平台 就是去做這件事 因為你主立媒體 你就不用去記我了 是吧 事實上他 是吧 他有每一 即是幾乎每張報紙都是公器私用的 大佬 其實私器私用 他不會當是公器 那些電子媒介也是 很明顯的 對他還可以有什麼期待 你要去公正報道 那是過難的事 更何況現在是 這些印刷媒體是一路走下坡的 你看美國的三環世界 幾時報 九今生幾時報 大佬要裁員幾乎一半以上的人 而且這張報紙分分鐘要倒閉 大佬 灣區一張 三環世界一張這麼出名 歷史這麼久的報紙 是吧 沒得搞的了 你明白嗎 真是他現在整個在轉 報紙已經轉入黃昏 你看明報 抵個仆街 整個美報 美國的明報全部關門 美東美西都關門了 只剩下加拿大 加拿大 都關門了 基本上是沒得做的 基本上是 升到還可以頂住 是吧 就是因為他已經很久了 你明報關門了 怎會更加獨自無事 你們可以仍然支持 就是因為那裏太多餐館 那些餐館要賣那些告白 什麼廣告報 只是全部都是餐館廣告 餐館業生意一低的話 那些廣告一裂 可能都要收拾 所以我們希望社民連的支持者 其實大家看到我們昨天的做法 跟著下來的四面受敵 其實大家都不用擔心 我們都是不會一而寄往 繼續抗爭 也不會退縮 也不會因為這次有這堆保皇狗 圍剿我們政府的高官 全部出來喊打喊殺 包括梁振英這個混蛋 要報警抓人 他又不敢去報 這個明報的張建波 就是主理的報紙 又在那邊煽風點火 就撥共產黨動我們 我們都不怕 我們已經老實說是沒什麼所謂 好像大舊所說 大家都做了個心理準備 你要抗爭 你就要付出代價 在立法會這種議事抗爭 你要扭轉它的議事文化 你是需要不是那麼短的時間 是不是 今時今日 五個月都未夠 我們已經搞到反天覆地 是不是 你講了一個問題 都可以跟你討論一下 其實很多人將台灣的民進黨上台之後 對議會的衝擊 那天只有幾個人 才能進出 跟今天那個情況作例 你覺得是否適合這個論 我又很討厭別人說 我們學台灣 那台灣學誰呢 日本、南韓都是這樣的 尤其是日本當自民黨 一黨獨大很長時期的時候 那些少數黨經常都是玩這些的 對不對 要不就用議事規則來抗爭 通過修正案打拉布 要不就琴台、搶麥 都是佔據主席台 大哥啊 麻煩你讀一下歷史 當然了 即是把眼睛抹軟一點 台灣都是學日本的 其實是 你明白嗎 台灣的情況就是 當年我最印象深刻的朱高正 第一個跳上台說粗口 就罵這個毅民鴨 當時是立法院院長 他講什麼粗口 講粗口就 那句粗口就是 那些人最上廣的那句 台語 台語呢 今年娘 今年娘 你叫台語 跳上台指著他提名鴨 那就是一幹成名 OK 是不是 當時我問朱高正 哇你厲害 這樣也可以 他說不是 喂大哥 你誰知道 你是少數 你是少數 總之很有勇氣 大哥 大哥 那時候還是國民黨 就是一黨專政的時代 大哥 他很有勇氣 其實他背後 同樣有一個理念 就是透過這個充激性的行為 凸顯這個議會的不堪 以及議會的康莊 其實如果有很多 沒有對台灣歷史認識的朋友 或者年紀輕一些的朋友 他不是太明白 當時為什麼要求助 你順實講一講 當時台灣的議會的組織 台灣那時候幾個萬年國會 國民大會和立法會是不改選的 他是用一條叫做 動員堪亂時期的臨時條款 在憲法裏面 就架了一條叫做 動員堪亂時期臨時條款 在這個臨時條款底下 國會不改選 這個總統就不受連任的限制 可以做到他掛老陳為止 蔣介石就做到掛老陳 這個臨時很多年了 反正就講清楚了 臨時幾十年了 由這個國共內戰開始 有些好像香港加上所謂的政改 循序漸進 哇 真是五十年都沒得進 當蔣經國晚年解除戒嚴 開放黨禁之後 解除黨禁報告 普通幾年間 很厲害 是不是 這個國會全面改選 96年 這個總統是一人一票選舉產生 大哥啊 我們八五年引入這個功能組別 要到公元2020年才說 全面普選都要三十年 所以那天我做星期六的節目的時候 我不是笑笑 我真的免得他 他說這個是過渡 我說你告訴我 全世界有哪種制度 一過渡要三十五年的呢 八五年引入直選 到公元2020年才叫做 全面普選 引入這個功能組別 八五年 要到2020年才叫做 就是全面普選 是不是全面都未知 陳都未知 都未知 你不要假定那個2020年 真的一定是普選 那個可能是假普選 大哥 那個可能都是保留那個功能組別提名的 當時如果不是朱高正琴台搶米素搶 不是民進黨那些人這樣撲上去 你明白嗎 跟你死過 是不是 他真的沒有後來政黨輪替出現 正當輪替做了八年他 他撲街不街 產貪污腐敗 然後掛老闆 那又是政黨輪替的 人民決定 所以剛才有位聽眾說得好 我們的去留 我們到底會不會做立法會議 人民決定 是由人民決定 不是你這班狗賊的決定 是吧 狗賊之後還有一個大老闆在